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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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介绍的依然是烈虾帽的强化过温的武器 虽然拖的有点久 可是今天终于有空去推出这部影片了 今天就来分享除了猛虎跟野猪以外 第三把我觉得拥有强大实力的散弹枪 也就是 王魂 斯特朗了 那什么斯特朗呢 跟前面两者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他拥有基础出发几率高达40%这么多 那么只需要三张活动元素呢 就可以满足100%出发的需求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更加的去集中在特定的出发 也就是在腐蚀或是其他元素方面的 那么这一张猎虾帽的呢 也跟之前的野猪一样 是走装填速度这个路线的 其实个人来讲呢 散弹枪里面三把我都是加装填速度的 就是野猪 斯特朗跟二神的 那么这些武器呢 其实都是比较需要频繁去进行换弹的动作 我觉得洗出装填速度呢 是非常有感的 毕竟洗出来之后呢 可以省下不少的MOD空间 可以说是尤为的明显啊 例如说这把斯特朗的装填速度呢 就从5.0降低到2.7 喜欢的话完全可以完成射一发补一发 那么其实就个人来讲的话呢 这把枪自从伤害1.0 切换到伤害2.0之后呢 我几乎是没有拿出来用过 毕竟伤害不吃香 后面登场的集团MOD海客以及魔虎等等呢 都是比他优秀上许多的 不过 因为拥有猎下收容性强的关系呢 这把斯特朗则是可以从猎下MOD方面呢 获得非凡的力量 那么在展示测试结果之前呢 我再次说明一下运作方式 散弹枪的触发几率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会被单片数量平分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不装备多重射击的情况下 就达到100%的触发呢 则是可以达到每一片单片 都几乎有状态触发的效果 相反 如果只用多重来达成的100% 则是完全没有效果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100%触发 那么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看结果 对比呢 就是之前介绍过的野猪Prime 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 面对高护角的怪物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 顺便呢 再次在这里回应一下 基本上 如果连高护角的怪物都杀的死 你还紧张其他怪物吗 不可能杀不死的 所以呢 我就不做测试了 那MOD方面呢 主要还是以 蠻足100%触发为前提 然后再加一场特定属性的比例 来提高那个属性的触发几率 其他呢 则是考虑伤害方面的 要知道的是 一张散弹枪的直MOD 光装填速度呢 就快可以抵替两张装填MOD的效果了 所以呢 CP值真的是高的没话说啊 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呢 斯特朗呢 是值得投资猎下MOD的 那么建议大家呢 还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装填的 效果真的是很棒 可以塞很多很多的伤害MOD 来抵替 不过当然呢 斯特朗的使用方式跟其他武器呢 都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可能你会不喜欢他也不一定 不过他可以达到的高度 今天已经证实了 是可以很高的 所以有爱就投资吧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结束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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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